身兼宇阳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拿着扇子三那三表示 安乐高中国中部美术班表现优异 让宇阳文教基金会这几年来持续和安中美术班合作化扇 展现基隆在地子弟的美术能力 今年我们夏日扇子化作的特点 是在于说往年都是请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两三位同学 提供他们的画作来放在扇子上面 今年不太一样的是由老师来指导 由校方来统一集合全班的画作 画成一个基隆的意象 让我们基隆的今年的夏天变得更不一样 希望说这个扇子的发送 我们会在特定的地方 在适当的时间发送给所有我们基隆市的好朋友 林佩祥进一步表示将在适当时机把扇子赠送给市民好朋友 分享安中美术班的画作 也可以煽风消暑 更希望疫情赶快退散 跟我们安乐高中的美术班来合作 在夏天的时候画出他们漂亮的画作 来庆祝夏天 让我们的全基隆的好朋友感受夏天的气息 我们安乐高中的美术班曾经得过全国的绘画比赛冠军 但是我们自己基隆人却很少知道 我们安乐高中的美术班的年轻人是这么的有创意 而且这么的优秀 所以配享连续第五年就用我们基隆为主题 来跟安乐高中来合作画扇子 一方面帮我们安乐国中的小朋友张牧 让全基隆都知道 我们安乐国中的美术班是优秀的 第二方面夏天要到了 那也趁这个机会送出扇子 除了扇去我们炎炎夏日的暑期之外 也一起把我们这个疫情全部把它散掉 让疫情早点退散